開台啦 開台啦 九字幕又要看三個 聽到嗎 聽到嗎 升級買面有沒有問題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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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買面有沒有問題 我沒有人知道我從什麼時候開始 Fever有時候會有點陣 這個問題是想跟著他 突然間 是那時候什麼網路世界大戰是什麼時候 好像去完美國回來就不知瘋了什麼 跟鬼婆聊不完 每天就 玩watchdog好像都沒事 瘋了 去完美國之後 現在想下去的氣力也不順暢 山長水遠去 去到洛杉磯 找他爹兩嘴 然後反而搞到這樣 每天 又要浪費一點時間 在那邊重開台 其實 Fever正路應該不會疼 反過來的 玩watchdog那時候 是什麼意思 以前永遠都是 新遊戲的時候要搞什麼羅拉 要搞十幾次 現在是不是相信 信了嗎 他試了很久 人中之龍 那時候是這樣 一開始要試 十五至半個小時 人中之龍羅拉 當然是可以了 繼續 Fever 禮拜應該沒事 現在不知道搞什麼 就是吧 很多人 很多政府部門監視我 所以搞到這樣 不只什麼 不是HKBN 是我這個上傳是有問題的 我感覺到 現在有人禮拜嗎 這個沒有 我上傳的數據沒有 人中當時最厲害 玩哪個遊戲試過是厲害 最厲害 人中4好像最厲害 一段時間 走路在街上 走兩步 厲害不厲害 不厲害 當然是定了 當然是順利 走一步就厲害了 有厲害了 厲害了 當然是一堆厲害了 好像過一二三 紅綠燈 過馬路要小心那樣 停下玩 停下搞好久 我記得大結局 我一定要確保信 一會兒 你們玩得看大結局 看得不強 怎樣 插著插著 插著 不能過癮 那時候是搞好久 這些事情都蠻有趣 現在想下去 但現在就不知為何這樣 這個FIVA 無緣無故 各位FIVA 恭喜大家 如果你是FIVA 的勇等的話 你準備又要多給幾個水 買FIVA 15 好像換湯不換藥的遊戲 幫你更新球會 不斷改一下能力值 而事實 concerned 又有FIVA 不知怎的 事實說 弄幾個垃圾豬頭骨 喔 更新的東西 你又要買了 九成九 甚麼事啊 木槍啊 傻了啊 剛剛說 我已經說FIVA 15 換湯不換藥就立即斷在 這個令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有沒有那麼準確啊 我一說完就馬上斷 我真的令人懷疑是否真的 COS不知如何監控 一說完沒多久 我說什麼豬頭骨 我一說什麼豬頭骨沒多久就馬上斷了 開始了 即是瘋狂的 這些是他玩的 時間是搞得爆炸 剛剛有什麼交通訊號 就馬上彈出來 出來好嗎 快點 趁還沒玩一場 玩得不夠很久 就馬上彈出來好嗎 我說Fever壞話被人踢出去 所以我一直在說話都很小心 戴上頭盔的 你說什麼 你們經常在說我要戴頭盔的 我一定戴得足 你看 我是被人監視 好像那些 我也不知道家裡有沒有閉路電視 不知道怎樣在那裡 嘟嘟嘟 對吧 嘟嘟 Winning 11到現在都沒有看 你可說新一代 好白癡 我之前去E3了 把整個場面圍點 抱得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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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rapidly 之前就有一個Trailer 說幾月幾號 一開始就做一個Trailer 說幾月幾號就有新的Winning東西看 之後就更新一條Trailer 它是一個預告 另一個預告 然後再做一段 極短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就被人罵到飛天 不知什麼Winning下一集 什麼Coming soon 類似這樣的意思 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很重要的畫面 而且只剩幾腳的射球 畫面看起來很奇怪 不是說奇怪 質素好像不符合預期 好像很落後 感覺很萌萌 不知是效果還是什麼 看起來很不漂亮的畫面 完全是退步 或者沒有什麼大改進 好 當然想比上去 新一集的 通常都是這樣 你看到Fever 沒什麼進步的時候 你當然想快點Winning出一步 頂一頂他 讓他知道 在這裏打馬仔 不可以在這裏 換湯筆 換藥 不行 誰知道現在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特別的畫面 或者新的功能 或者什麼公佈 都沒有說得很清楚 Trailer 是Trailer 就是這樣 他不斷 哎 真可憐 被人罵了 有人說什麼 還有人玩Winning 很多人玩Winning 現在還是有些人說 我小時候玩Winning 所以我現在都不轉 雖然現在很多人轉了Fever 但他死都不肯玩Fever 他說我一定只玩Winning 有些人就這樣說 Winning 如果你跟我說 其中一個分別大 我覺得是全球和走位 人工智能和Fever 是有點不同的 跟Fever Winning的直線是比得漂亮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 而且 不過 你說人的走位 有時候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Winning的走位 是很機械人式的 我覺得 不是很人性化的 我的感覺就是 好 來了 先分享一下有趣的新聞 好嗎 先說 話說 你記得很久之前 我講一則新聞 就是在新界 有位人兄 叫Uncle Bill Uncle Bill 是養一隻野豬 那隻野豬 叫什麼兒子 想想一下 Tommy仔 叫Tommy仔 叫Tommy仔 靚啊靚波 一下子散下去 Tommy仔 是一隻黑色的黑毛野豬 當時的新聞就是這樣 他說 這個標叔叔 跟Tommy仔 有講有事 在一間 新界 露天的茶座 有講有笑 然後 不知道 他說 有一位路人 看到 這個野豬 不知道是否怕他咬人 還是什麼 他說 怎麼會大街大行有野豬 於是報警 結果 這隻野豬 當場 被人 扣押了 因為 漁龍署 說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有野豬 於是 扣押了 撐下去 可惜 還有機會 很漂亮 可惜 中美 於是 那些人就不斷罵 說 一來 報警 那些人多事 就是 人家說 人家本身養的 隻豬 你 搞這些事情 二來 漁龍署 很喜歡 拘捕 有些人就是拘捕 動物 還有一個爭議點 就是 有些人在討論 報紙為什麼 說什麼 好 哎呀 報紙就在這裡說 說 這個 Uncle Bill 這個 錶叔叔 怎麼跟野豬有說有笑 他說 跟野豬 我說 怎麼可以說 跟野豬有說有笑 他說 這個是怎麼做到的呢 好 剛剛 就有看到這段影片 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然後 他說 你看到 那個野豬 現在 Tommy仔 已經放出去 讓彪叔叔 去養 然後彪叔叔 就會這樣 跟他說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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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 那豬是有叫的 可能 就是 所謂 有說有笑 對吧 然後 你說 其實你說有說有笑 這件事 你可以 用回 什麼壯子 什麼指非魚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不會跟豬說話 你可以這樣跟他 說 你跟他說 這個 你怎麼知道 我不會跟豬說話 這又不是我 對吧 好 剛才我看過這段影片 不知道是否太久沒有見 Tommy仔 即是看到彪叔叔 之後 他也不是很親力 跟彪叔叔 也不是說 會黏著他 或是怎樣餵他 吃東西 他也是走來走去 他不轉頭 那樣的 好 現在 被人弄了很久 分隔了 你自己想想 由 我說這宗新聞 應該都 半年多了 半年有多的時候 現在 運了半年 才見到主人 還是怎樣 可能 運了很久 不知道 動物記性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好 就是說 狗的記憶比較好 但是 豬 我就不知道 雖然說 豬 好像據聞 都很聰明 那個智商 但是 怎麼說 你會看到 感情都生疏 因為 你可能說 人家的豬 不知道是什麼 你賣豬仔 不理他 賣出去 玩一點 很生氣 所以不理那個彪叔叔 糟糕了 靈波 都是被人拉屎 Like Yagami 夜神月 這球員 不是炮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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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 那隻 在新界的 豬 不是什麼 有人說 拿的 先把球出來 我先把他放進去 好像沒有,數據的顯示應該沒有問題 豬...什麼? 豬一向很聰明,報紙也有說過 豬記性比金魚好,即是我的記性是金魚記憶 專家說金魚記憶幾秒是錯的 早前有新聞說,鑽了金魚很久,金魚有記憶 有些人說,為什麼金魚游來游去這麼開心 在魚缸一直保持著游 你困在魚缸,只有這麼大的範圍 四圍圍,可以圍圍的就是這裡 難道定型定格,魚可以定格嗎? 不行,他要一直沾向,尾巴向發向 才會繼續揸到啊,大哥 沒理由因為是呢 所以你們不知道那些人常常誣些金魚 又來又去,不知道自己被困,什麼很好 根本...也不可能是那回事 你困牠在這裡就是這樣 等於你放監犯在監倉上 監犯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監犯上 要不就坐在這裡 要不就四圍擋步走走走走走 你不會說他猶然自得 你不會說一個監犯在監倉上猶然自得 喜歡就躺在監犯床 不喜歡就在監犯上四圍走走走走走走 什麼自由自在 樂也融融 你不會說的 為什麼金魚不坐下 怎麼坐下呢 用尾巴押在這裡 像新亞波的絲綿魚一樣 用尾巴插在沙底裡 迪士尼的金魚就能做到 真的那些魚就不可以了 做到你馬上拿去擠海洋公園 跟他們說我這隻金魚厲害 懂得坐 你馬上表現 有沒有人可以訓練金魚 真的不知道 應該都可以的 海豚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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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魚沒有眼皮 問題是它睡覺你不知道 我們人或某些動物是有眼皮的 金魚是沒有的 金魚只有迪士尼的金魚才可以斬眼 平時是沒有的 你看過什麼? 之前迪士尼的卡洞片說什麼? Memo 有隻魚很有名的才會很誇張有眼睛 閃閃閃閃閃 魚好像沒有眼皮一樣 釘在這裡 我們小時候做勞作物很流行買的眼睛 貼下去就是這樣 我不會弄眼皮給你 有人說最聰明的魚是水魚 叫水魚 當你是水魚 一聽名就知道水魚肯定是蠢的 不會是最聰明的 對吧? 不然有人說 人家當你是水魚 沒什麼事 經常說你被人做老賊 就叫水魚 哈哈 好 來了 沒得來 唉 可惜被人難倒 小心 好 好 鷹大俠 上去 沒得來 就是擠上去 差一點 還有 一球接一球 上去 有人說 娛樂金魚 那隻金魚又是水魚 可以飛 還會說話 這隻魚是最聰明的感覺 對 你可以這樣說 還會吃薯片 魚是甚麼 不知道飽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這個我就不知道為甚麼 這個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不知道為甚麼 是不是唯一一種動物是不知道飽的 小心啊 你們有沒有兄弟不知道飽 會吃到極多 吃到肚子漿漿到反肚 有沒有兄弟會這樣 好 來吧 吃得多是極辛苦 這個令我想起那時候有一套東西叫甚麼 我來自潮州 你們經常在看那套電視劇 阿士的我來自潮州 其中有一個我來自潮州有三兄弟 三兄弟有一個就是那個阿士肥仔 叫甚麼 叫甚麼 哎呀 劉錫賢 劉錫賢就飾演一個 浮浮碌碌碌 不知道為甚麼可以做到藝圓的人 他就變成搞笑明星 他在戲裡面 然後就不知道甚麼事 生意失敗還是怎樣 他本身做明星 搞了生意之後又人氣插水 然後就想著自殺 然後他就決定飽死 然後他就叫他 他就賣了房子給人清盤 然後就不知道在清盤 即是交吉那天 他就要把房子交吉 原本是別墅 那交吉那天就弄了九大鬼 還是甚麼鬼 然後他就想吃到飽死 吃到嘴都要油 然後他就說甚麼好辛苦 他就說甚麼飽死原來是這麼辛苦 他就打算做一隻飽鬼 他就說甚麼肚醬 神 說甚麼好辛苦 他就硬吃下去 雖然我這麼胖 但也覺得很難頂 這個是我 我好像小時候也試過 不知道有沒有人參加我大胃王 那類似的 以前試過跟同學生 鬥大吃的又是極辛苦 鬥吃得快 吃得多就慘了 然後我那些 他就說我記得 有機會了 那些老師最後揭發了 我們在學校那裡 搞大食會 一邊搞這些鬥大食比賽 他就說很白癡 他就說這麼蠢 他就說食物就是拿來品嘗 美食 他就說你們這樣鬥大食 就沒甚麼意思 他就說你鬥下去 極辛苦 這是甚麼最蠢的做法 好 來吧 你們試過參加我大胃王嗎 我見過小林磚 小林磚 我問他的秘訣是甚麼 他就說你不要咬 他就這樣跟我說 他就這樣一下吞下去 這些他就不怕說秘訣給你聽 他就說你學吧 有本事 這些不是個人做得到的 他說我就是這樣一下子 他整支研究 他通常是分開兩部分 他就撕下去 第一刻塞進口 然後吞下去 他就說你盡快感覺到飽的時候 塞得越多越好 小林磚是 整個人極瘦 但是他有個小肚子 我看過他真人 那時候我問過他 你看 好 來吧 這些 給他 但這件事我也是告訴你 你們不需要刻意去做多一點 例如說你的自助餐 你吃夠就夠了 好像這些人 有多少兄弟吃自助餐 你真的會吃到 汁爆肚子 我吃自助餐 我就不會 自助餐一般是多少錢 兩塊多水 我想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自助餐一般是多少錢 好 來吧 可惜 來吧 再給上去 可惜 都是被人攔倒 有人說嘴咀是會增加飽套感 類似的 好 有人說你會嗎 吃自助餐一定是 質到爆炸的 這麼辛苦 貼錢買難受 自助餐一定是要 吃自己想吃或沒吃過的東西 我覺得是這樣 你不需要每次為了 我要吃200多元 或者怎樣 很難計算 不如想給下去 你會不會記得我一塊 好 一塊生蠔 大概30元 我現在吃了10隻 終於差不多回本 千萬不要做這些傻事 說真的 神經病 食物 不要這樣計算 開心 買不到 小吃多滋味 多吃的壞肚皮 尤其是夏天 即是暑假 你一定跟同學去玩 旅行 吃太貴 不吃飽 怎麼對著自己 有些人就說 咳咳 咳咳 咳 咳 而且你有什麼生蠔 你生蠔那些 你這樣吃法 神碎蠍 很多重金屬 很多鹽份 之類的 卡拉的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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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 大哥 是不是有一個人走 哪一個 是不是 DD 我來看 吃得飽中飽 方圍 肥相肥 神者之石 吃生蠔就是不會有神者之石 不知道什麼 喝得多奶茶 喝得多奶茶還是吃完什麼再喝奶茶又是加倍的 我可不記得了 有位兄弟嘗試說Winning 馬上讓你入遊戲再入球 我剛剛有說了 我的trailer到現在都不知道什麼 但我好像又稱讚Winning人勝負 Winning的直線準一點 但走位是沒有人勝負的 剛剛沒有人知道自助餐多少錢 有人說600多元才有自助餐 這麼貴嗎?我小時候有兩三百元 當然不是去四季的吃自助餐 我還沒去過 拿盒打包自助餐 我也想這樣做 下次帶手袋去 裡面有一個超級大的保鮮袋 你叫你女朋友或媽媽 然後就掃進去 說笑 肯定知道 自助餐是否有一個規矩? 是不得外大 有沒有人知道的? 我沒聽過他 就是進去吃自助餐之前 那個視野不會跟他說 他說先生 請你留意什麼自助餐的時間 去到幾點 他就這樣說 請萬用 他說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冷盤在這邊 不知道哪裡就在那邊 什麼熟食在這邊 然後就有什麼特別需要 可以再叫我吧 他就說記住 他沒有說記住 你不能帶走一些東西吃的 他沒有這樣說的 是不是? 有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沒有 沒有一條這樣的條例 不得把自助餐裡面的食物帶走 蛤? 他沒有說過 什麼 當然是 這個是你自己 默契的 人家說 是啊 其實我沒有說過 你喜歡的食物帶走 這就是你們自己不帶 我每天都煮這麼多 你怎麼吃得完呢 他這樣說 可能別人是自助餐 這樣說 這個是你自己的 什麼約定俗成 自己暗示 你看到沒有人帶你 你不帶 我可能其實是給帶的 好 來吧 他說是呀 是呀 我一向是給的 我沒有說不代表 我沒有說不行 你們自己不帶而已 那個自助餐的那個 好 這個是潛規則 潛規則是什麼 他沒有寫明常識 問他拿個盒 下次試試吧 我想給你10個盒 我想打包了你們全部 因為我 你說自助餐 我還有 我還打算吃多60隻蠔的 你這麼說 然後可不可以打包 打包走 我想知道他會說什麼 有沒有人試過 先生 他說 我們不給外帶 他會這樣說還是怎樣 好 來吧 自助餐你們通常吃得最多是什麼 我通常聽別人說的是什麼 吃生蠔 魚生 我通常都是這些 相反 其實我覺得很無聊 如果你們去吃自助餐 那你只去吃生蠔 或者什麼 我直接開間就不叫自助餐 白煮那些 你們都不吃 又浪費食物 是吧 又 又 又浪費錢 又放一些保溫 都浪費電了 是吧 對不對 那樣子 那個現場是為什麼 為什麼吃自助餐 一定要吃生蠔 還有 三文魚 魚生 蛤 現在說去吃白飯 去自助餐 是不是真的 說真的 這個也要去看看 喂 你神經病 給你幾個水 吃自助餐 給你那些垃圾米 一吃下去 呸 他說這些米和我家吃差不多 怎麼搞錯 一點都不香滑 他說 給你這麼多錢 你請我吃那些賤米 蛤 好 來了 好 我說了很多次 蔡蘭說什麼 三文魚 通常日本人 吃的 日本人吃深海魚 只吃吞拿魚 他說三文魚有很多 蟲卵 或者寄生蟲在那個 三文魚那裡 他是這麼說的 好 他會吃的 日本仔 通常他少吃這個三文魚 吃菜沒有 我想在自助餐吃菜找不到 喂 他應該好像酒樓那樣 做個位置 給你煮 煮什麼菜心啊 生菜那些 做些有機蔬菜來看看 大哥 那些 悶啊 每次吃自助餐 你去四季酒店吃 又是吃那些 生蟲 都是同一間 供應商 跟那些 會不會 根本是一樣 又是這些 生蟲 當然是三文魚 又是同一間 入口 那你去五星級的 酒店吃 吃自助餐 跟你去那些 一顆星都沒有 什麼什麼賓館 吃自助餐 根本是一模一樣 是不是 你們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改變這個模式 這個自助餐 好來看看 看看 自己推得這麼順 要炸 好可惜 中柱 又是說吃三文魚 就是為了吃蟲 好像那個 人在野 那個 什麼 很多 酸素 那些不行的 我告訴你 那些寄生蟲 不同 人在野 是吃的 很肥很粗 一咬下去 就沒有